桃園機場再次出現嚴重塞機狀況 不只起飛跟降落時間嚴重延遲 導致台灣上空出現各種花式繞圈圈的狀況 還有部分班機因為盤旋過久 導致油料耗盡 需要轉降松山或小港機場 甚至還有乘客登上飛機後 等待長達3個小時仍然無法起飛 最後發現目的地機場已經到了宵盡時間 全體乘客被迫退回航廈 到底桃園機場發生了什麼事 桃園機場的嚴重塞機來自於南跑道執行碎修維修封閉 使得所有的飛機只能使用北跑道進行起降 而在單一跑道每小時只能安排30架飛機起降的狀況下 桃園機場尖峰時間安排起降架次 卻可達到每小時40架以上 當然就會造成北跑道超出負荷 形成嚴重塞機的局面 大量的搬機無法降落不斷盤旋 更使得Flightradar24網站上 全世界前10班矚目搬機當中 就有7班是桃園機場起降的航線 儼然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 網友直接諷刺台灣交通就是史詩級笑話 不只道路安全顧不好 台鐵經營常出包 觀光品質原地踏步 連桃園機場整修都出問題 又要怎麼吸引國際觀光客 也因此在這次事件中 有兩點是被大眾特別質疑的 首先是稅修屬於例行性項目 應該是提前排定 而非突發的事件 然而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稅修導致嚴重塞機的狀況 怎麼這次還是沒辦法有足夠的手段提前應應 再來則是先前已經經歷三年的疫情 出入境旅客量也銳減 怎麼桃園機場沒有趁這三年的時間 好好整備 全球富航才一年左右的時間 就馬上發生大塞機的狀況 根據目前能夠得知的資料 這次的稅修是在2月21號正式發布公告的 會從3月3號的早上10點 封閉南跑道維修 一路到3月5號的下午4點 然而從桃園機場每天發布的 航班運量整點人數與報表中 可以發現3月2號公佈的3月3號起降航班架次 還是有單一小時內 預計起降46架的狀況 而且時間點還是出現在 難跑道預計封閉的下午4點到5點 而前一小時的3點到4點 預計起降架次 同樣高達45架 這些數量都已經超出北跑道 能夠承擔的最大吞吐量30架 而到了3月3號當天 難跑道開始封閉維修 確實出現嚴重賽機狀況之後 當天傍晚發布的3月4號預報表上 從早上8點 一路到傍晚6點 單一小時的預計起降架次 仍然都超過了30架 也就是質疑桃園機場 沒有提前因應的關鍵之一 不過根據國際規範 每年都會有夏季跟冬季兩個頒表 夏季頒表 從3月底到10月底 而冬季頒表 則從10月底到隔年3月底 慣例上航空公司會一次釋出 整個半年的頒表開賣 而這次難跑到 稅修的3月3號到3月5號 正好就落在冬季頒表的最後 也就是說 可能有不少的航班 早在半年之前 就已經有乘客購買 再加上 航線上的另外一座機場 如果是熱門航點 那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空間 可以調整航班的起降時間 根據桃園機場 回覆媒體的內容 這次的稅修 是去年11月開始 就跟航空公司機師開始討論 最後才選定 3月3號到3月5號的時間來執行 至於為什麼最後 還是爆發嚴重的塞機 交通部次長 則表示是航空公司 沒有從源頭調整 的頒表 然而有機師表示 現場調度也有問題 如果跑道 無法讓地面飛機起飛的話 那就不該指示 飛機離開停機坪 睡修期間還有班機 因為停在滑行道上 等待起飛過久 導致油料不足 必須要返回機坪加油 進而嚴重影響 地面的調度 另外在對空方面 也有機師指出 在國外的機場 遇到這種 嚴重塞機 以至於飛機無法順利降落的狀況時 會特別打電話到其他機場 請他們延後放飛 或是做其他的處置 才不會發生像這次 多架班機在桃園上空盤旋過久 油量即將耗盡時 仍然無法降落 只能再轉向松山 或小港的狀況 畢竟在航空公司的調度中 這些轉降的班機 後續還是必須再飛回桃園 才能銜接之後的航班運用 其實吊詭的地方在於 2020年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後 桃園機場就直接封閉 四個月整修北跑道 接下來的南跑道 則整修了將近11個月 是北跑道兩倍多的時間 直到2021年9月 才恢復起降使用 但是使用了兩年多之後 反而南跑道 比北跑道還更早出現 稅修的需求 而且交通部還表示 這次南跑道上 有十多個狀況 因此稅修規模 比以往更大 對此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至於有第三跑道的話 是不是這次的南跑道稅修 就不會有那麼嚴重的塞機狀況呢 就理論上來說 在鬥度上 確實會有更大的彈性 而這也使不少民眾質疑 香港赤辣腳機場 趁著疫情期間 在2022年 啟用了第三跑道 桃園機場 第三跑道 喊了快20年 到現在 都還沒展開實體的工程 不過也要先說 赤辣腳機場的 第三跑道 是填海造路 本身在用地取得上 就相對沒那麼複雜 但是桃園機場 第三跑道的 進展較慢 可能也跟計劃遭到變更 有所關聯 從空照圖上就可以發現 在現在的桃園機場南端 有一條長度較短的跑道 這就是過去的 空軍桃園基地 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 為了二戰 而批建的 桃園飛行場 反而是桃園機場的前身 中正機場在1974年才動工興建 還比空軍桃園基地更為年輕 1979年 桃園機場正式啟用後 鋁合術跟飛機起降架次 穩定成長 到了1990年代 就面臨容量飽和 因此在1995年 訂定的中正國際機場 主計劃 第一次修訂配置中 就已經規劃 未來要往南側擴張 將空軍桃園基地 納入機場範圍中 延長既有的跑道之後 作為桃園機場的 第三跑道使用 而在這樣的規劃下 第三跑道旁邊 仍然會有相關的軍用設施 桃園機場也會成為 軍民合用機場 到了1999年的 中正國際機場 主計劃 第二次修訂配置裡 還是大致維持 這樣的架構 然而到了2009年 馬英九政府 跟朱立倫縣府 開始大力推動 桃園航空城計劃 希望可以拉抬桃園機場的 國際競爭力 並且吸引相關產業集中 打造商業 加工製造 會議展覽 休閒娛樂 及住宅的群聚區域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除了要徵收 6150公頃的土地 同時將桃園基地 一併納入 航空城的範圍 使得國軍 在2011年 正式裁測 桃園基地的編制 原先的第三跑道計劃 跟著由南側 調整到了 桃園機場的北側 即便桃園航空城計劃 後續爭議不斷 也傳出相關的弊案 甚至被視為 2014年 國民黨籍桃園縣長 吳智陽 連任敗選的原因之一 但是繼任的 民進黨籍 鄭文燦市府 及蔡英文政府 還是繼續推動 桃園航空城計劃 第三跑道 就此確定北一 同時代表著 徵收面積 有所增加 還多了一個聚落 需要以為平地 另外還有著 中游的沙輪遊庫 緊鄰著第三跑道的 預定位置 可能 產生的非安風險 更成為 還平六年 才正式定案的 原因之一 而官方 對於第三跑道 一定要北移 而不使用 空軍 桃園基地 跑道的說法 則是考量到 航道線高 起降噪音 等問題 由於南側 較接近 人口稠密區 往南擴建的影響人口 將會是往北擴建的 10倍以上 甚至還會影響到 青浦高鐵特定區的發展 至於官方沒有揭示的其他理由 可能還包含了 跟松山機場之間的 航道衝突 總之 在乘客 怨聲載到的情況下 交通部緊急命令 稅修 必須提前完成 難跑道 最後在 3月4號 晚上9點 重新開放使用 等頭於提前的 19個小時 而這也不禁讓人擔心 後續 還會再出現 品質上的問題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 目前已經規劃 將在下半年 封閉北跑道 進行稅修 希望屆時 不要再出現 同樣的 嚴重塞機狀況 如果對相關議題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到 第一線 知青機師 Pilotformer Minimalist 的頻道 這次也有資料 是參考他的見解 《熱誤》 いくら很流行 選手 主教 說 可